台灣掀起了缺彈潮 非常時期 讓許多賣場寄出了限購令 貼出公告一個人限購兩盒 但實際直擊前線 卻發現許多雞蛋的貨架上 真是空蕩蕩的 甚至還有連鎖賣場出現了偷袋賊 那麼偷蛋的人變多了 讓業者不得不報警處理 雞蛋一捕貨 民眾就趕緊搶購 因為供應吃緊 常常一瞬間就被掃光 許多貨架空蕩蕩 賣場更寄出限購令 不過誇張的是 竟然還出現偷蛋賊 先前特地貼出公告 警告勤務在偷竊雞蛋 已經報警處理 賣場也聲明 這是單純的切刀事件 呼籲民眾買蛋 要確實到收銀台結賬 但如今這缺蛋潮 竟然連頂級超市也躲不過 我們實際來到另外一家賣場來做直擊 可以發現在貨架上面 常溫帶是只剩下整整七盒而已 業者坦言 雞蛋真的很缺 但都有和農民爭取持續補貨 只要到貨就會上架 也會努力維持售價 不隨意漲價 而目前除了美食賣場好事多 沒有限購 加勒福大潤發全聯 通通都宣布一人限購兩盒 我們的常溫蛋 是目前在加勒福這邊是屬於缺貨的狀況 那再來在冷藏蛋的部分 我們目前的貨量大概就在二到三針左右 然而這缺蛋潮似乎也燒進超商 議員徐曉星透露 親眼直擊茶葉蛋 竟然剩下最後兩顆 而超商表示這是店鋪個案 目前蛋品供貨正常 只是近期民眾需求高 僵士銷售狀況調配供貨 面對缺蛋引起民怨 農委會也表示會尊重雞蛋市場機制 持續加強調度 穩定供蛋 就派能盡早解決供需失和問題 這組知名劉軒 台北通報道